男杀人躲公寮 仅靠轻航机征收抓人 花莲58岁角头陈建荣 就是因为这个在工地前的坑洞开枪杀人 被害人是47岁的工人建春福 9年前凶贤开车经过时 车轮陷落坑洞 他进工地找被害人理论不成 进撂人带枪赶来 双方在楼梯间扭打成一团 凶贤拿过枪射击被害人 又用枪抵住他的儿子头部 被害人妻子见状下跪求情 凶贤以枪声重击他儿子后随即落跑 被害人儿子捡回一命 竟头部受伤 但被害人左胸遭子弹贯穿 送医不治 凶贤同伙事后自行投案 被依杀人罪判刑18年定验 凶贤却辗转逃往花莲一处公寮躲藏 还装成农夫并养狼狗警戒 警方朱勇轻航机空中征收 还桥庄农夫捡蝸牛者监控 隔年9月终于将凶贤围捕到案 最高法院昨天依杀人罪判他无期徒刑定验 动新闻台北报导